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上周才传出陈佩琪跑去看了1.2亿元的豪宅 引发轩然大波 不过呢 克文哲的回应也蛮霸气的 他说我不用装穷 我本来就买得起 我们在台大医院工作了三十几年了 买个1亿元的房子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把资产都放在一栋房子里 但没有想到才讲完这个豪宅的事 今天又传出 克文哲是直接捧着4300万的现金 跑去买下了一个商办 好了 这平均一瓶 这个是花了88.2万元 克文哲怎么回答呢 他说他是选举补助款 参照他党的惯例 三分之二是归于个人 因此就用这笔钱来设置他自己的个人办公室 陈志涵也跳出来说话 他说克文哲把大部分的个人补助款 都给党务使用了 而其余的则是拿来购置他个人的办公室 就像是蔡英文担任党主席的时候 也有个人的办公室 把炮口直接指向了其他的政党吗 蔡英文办公室马上跳出来回应 说蔡英文参选以来 不曾使用过选举补助款来购置不动产 从政期间的办公室呢 除了担任主席总统是有机关专属的办公室之外 其他的基金会跟卸任办公室都使用租用的 没有买任何的房子 王世坚跳出来炮红了 他说呢 如果说这个像克文哲讲的根本买得起的话 那为什么过去要装穷呢 拿到了小草这么多的感情捐助的话 那就要说到做到 不一定要你住在破房子里 但是一定要一生都为居住生意来奋斗才对吧 最近太多这些跟钱啦 很多讲不清楚的仗有关的各种负面的消息 最新的民意调查也显示 民众党最近的反感度已经高达65.3% 而克文哲本人的不信任度 现在也飙升到了69.1%了 那么当然啦 大家也不是质疑说 克文哲有没有钱可以去买房子的问题 也没有说克文哲应该要住在一个破房子里 这问题恐怕就是出在 因为过去克文哲选举的时候 不只说他要抵押房子 甚至还说得跟爸爸来借钱 等于是用这样一个说法呢 来呼吁小草能要捐款 因此现在才会引发这样的争议 那么就像王世坚讲的 如果说真的都买得起的话 那过去难道是在装穷吗 副委員怎么看 克皮最近可能是犯太岁 他太太去买 要去看1.21的豪宅 再加上今天这两天爆出 4300万林森南路靠近我们立法院的办公室 前阵子还是他们家要开咖啡馆等等 你说克皮跟他太太陈沛琪两个都是医生 从职业了30年有没有钱 当然有钱 医生在台湾毕竟还是高所得 像有的一般你当初监主认识 我知道市立医院大概或者是台湾 国立这些医院几百万都都是有的 他们又是两位医生 这个钱我相信一定有了 问题爆出那么多的事情 主要是小草门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因为你在选举的时候 你都说你没钱 什么什么的 诸如这样子的事情 那小草门刚才主持人讲 这个好感度恶感度等等 这就是一个事实的状况 我是觉得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你在选举的时候讲的话 跟你事后做的事情的问题 我刚才讲他们两个的收入 去买个买个一亿两亿的房子 那么多年是OK的 是OK的 但是就是说你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你的捐款的流向又不清楚等等 这个就让人画了很多很多的问号 我相信 现在又扯到他的选举补助款 我所认识的 你选市长的人 选总统的人 那种选举金额比较大 尤其是选总统全国性的 你的一票三十块的补助款 如果你得了两百万票 就是六千万 这真的也很多 通常这些选总统选市长的 他们都会成立一个基金会 或者捐款给什么人 这个我在讲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你当初讲的话 跟现在所说 这个好像是两极 或者是蛮遥远的 我觉得这个国内有 在台湾有三个政党 彼此竞争 我是支持的 但是赶快 这个民众党在前的这个问题 要交代清楚 刚于你选举的那个捐款 今天好像要成立 我们有一次我们在这边讲 我们在聊天 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还是两个礼拜前 应该是马上找公正的 第三方来查证 这个地方上是最好去找四大 当然他现在找到的是 台北市会计师工会 刚好那个负责去查证 那个主任委员 又是你的签证会计师 赶快 我是觉得民众党 纠结在这样子的事情 对他是不利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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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